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情的金庸粉丝六神雷雷老师 周末纸牌屋有一个宗旨 绝不收钱 绝不含糊 绝不撒谎 他们两位呢都是靠他们的内在 我们主持人一般都是靠当花瓶的 所以说呢今天就摆了这样一个造型 你可以把当成是南院大王萧峰 也给当成是雪山飞虎虎匪 总之今天我们要谈金庸 我早晚是你的人了 到时候我真是厌服不起 手柳牌不能闲着 我们现在排排行 每个人选出自己心目中的金庸作品的前五名 我的第一名是陆顶记 第二名是天龙八部 第三名是笑傲江湖 第四名是射雕英雄传 第五名是神家夏 我这个很难打 我也不会打牌 我打啊 陆顶记 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 差不多嘛 射雕英雄传 连成绝 我第一名是笑傲江湖 第二名陆顶记 第三名是袁崇焕平传 第四名天龙八部 第五名是倚天屠龙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那个金庸当然是不许读的书 要没收了课外书 所以我当时考大学进戏剧学院 中系的时候 第一学期写作课 书单第一名是金庸的陆顶记的时候 我当时看着那个书单 我就真有一种 我靠我败对了山门的感觉 我终于这个是我想入的门派 就这内容爽 就是说在这里是第一个要看的书 那么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说一下 每个人的第一步 陆顶记是我的第一步 因为它的文学性是最高的 它是一个反武侠 另外一个我觉得伟小宝这个人物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是跟鲁迅先生的阿Q 是有一种承接关系 而且我觉得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鲁迅先生他这么擅长写武侠 这么擅长写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化石武功 到这儿基本上放弃了 我觉得就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被公认的长处放弃 然后来证明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这样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是做到的 雷雷的第一名也是陆顶记 对 理由肯定不一样吧 我看鲁迅小说 我有两次是看着之后就扔了的 一次是看《天龙八部》的第一本 还有一次看不下去放了的就是《鹿顶记》 我看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看不下去 觉得鲁迅先生瞎边胡扯 是看到那个情节 说韦小宝把真的小柜子给杀了 自己变成小柜子 用绷带缠着脑袋到宫里边去混 然后他每天把绷带都拆掉一点 一天拆掉一点 让大家就慢慢的接受了假的小柜子 我说真的 我当时觉得这是胡扯 我说鲁迅先生怎么写书写成这样 这不对 不可信 不客观 就放弃了 后来过了有至少大半年 才重新过了心里这个坎 我去接受了我不愿相信的情节 把录景机拿起来看 后来喜欢他的原因和周老师很像 金庸自己推翻了自己 他把乔峰 郭靖身上那种闪光的东西给他推倒了 我看过一句话叫做用乌乌涂抹剩下 他把一切的讽刺 一种无奈感给了陈静男 亲手塑造起这样的英雄 然后又用乌涂涂在他的身上 然后最后让陈静男的死都不给他一个壮烈的死 让一个最卑微的最猥琐的人物背后一刀 然后陈静男就这样挂掉 你就觉得一个作家真的推翻自己过去的一切 重新塑造一个自己 还有陆顶记有一章 就是他们在唱那个《惊魂险大招生竹海天远》的那一章 陈静男遇见了吴六旗 他们在一起遇见了 尾小宝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边上看 看着他们的英雄悲歌 在那一章里看见陈静男的头发白了 两病星星 然后陈静男说大业艰难 也不过做到如何变如何 那一瞬间我想到《红楼梦》 《红楼梦》一开始也是喧闹的 鲜花 灼锦 烈火 烹火 烹火 陆顶记一开始也是喧闹的 是热闹的 是诙谐的 可是闹着闹着闹着 突然到了某一章 出来一种大的悲凉 一种你觉得一切都无可挽回 一切都在滑落 一切都滑向悲剧的一种大的悲凉 陆顶记也是大概全书2%的时候 忽然间从这种喧闹之中出来一种大的悲凉 让想放声大哭 你看着陈静男说大业艰难 也不过做到如何变如何 我那一瞬间我觉得 因为这一张陆顶记 在我心里难以取代 笑话江湖想攻下他 很难越过这一关 先陪你聊一下 你们俩聊下陆顶记 陆顶记是我的第二名 我很喜欢他 我喜欢的原因 跟陈静男之死 特别大的关系 因为我很早就说 金融笔下第一悲剧英雄 陈静男 陈静男之死那块 韦小宝那一通大哭 从前他一直在逃避着 因为每次见你 你就会问我作业 对 我就练不练武功 对 一直逃避 终于逃避成功 因为你死了再也不会来找我的时候 我发现我又成为一个没人要的野孩子了 那一刻特别重要 金庸 他口口声声哗 不爱为小宝 他就说我要宝 不要学 不要学 但说个不好听点 这个话不好听 咱打算以后 像他的一个私生子一样 他说着不承认 但实际他有一种专门的爱 就我给你打开一扇门 顿开金锁走江湖龙 我让你所有的女人都陪着你 你还能活着见到你的母亲 咱们想想 杨过见了他母亲吗 成年后 郭靖见了他母亲吗 张无忌见了他母亲吗 令无忠都没有母亲 但是我们的微小宝 这个小混混 最后能见到他的母亲母子团聚 这金庸给他格外的一个恩惠 所以说我觉得 金庸在陆顶记里头表明了 对普通人众生中微小宝的爱 所以微小宝的陆顶记 是我非常喜欢 但为什么把排成第二 没排第一 为什么把笑傲江湖排成第一 特别简单 就是这个世界不需要金庸提醒 我也知道什么样子 但这个世界曾经有多么可怕 陆顶记没写透 笑傲江湖写透了 所以他真是让你凝视了那一片深渊 他推的是特别 天龙八部第一本 我这么觉得 为什么说他难读 他首先期待不一样 读经典和世界名著 我会深吸一口气 深吸一口气 抱着考验自己 好像伟小宝读 陈进南给的秘籍 究竟是要牵水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 我都天龙八部 我是想收获快乐 收获幸福 这样我第一本 我觉得什么呢 他推动这个故事情节 我觉得他推动的特别累 我坚决反对 你想想 你作为段宇段公子 你被一个木婉青给抓了之后 你是作为他的一个俘虏 但你一步一步的 怎么从心里征服他 从心里把他给捆上 这个过程多爽 我觉得第一卷对我来说非常好看 我现在记得这个青山磊落险峰行 玉碧月华明 马迹香腰 马迹香腰 若高人远微步古文生 随家子弟随家院 无济会多情 虎啸龙音 幻朝鸿凤 见记碧烟行 就是他这十行字 十个回幕 对我来说都是画面 是王司马画的那个插图的画面 而且他从乌梁上 一个少男一个少女 刻着瓜子 看底下的邦邦邦邦 打仗开始 打架 比武的开始 他是一个我喜欢的角度 就像爱丽丝漫游其境一样 他把我带入这一切 因为别的 像摄雕传的开头什么的 都不是少年人直接带入我的 只有这个天龙八步 对我来说是界面最友好的一个 少年人游历江湖 段宇先遇到钟灵 再遇到整个世界的东西 而且那里面 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 吴婉庆我就觉得很像林黛玉 就他的说话的状态 他的凶巴巴的样子 而且那里面 也我特别喜欢的《男小恶神》 有一次人就问我金融作品 你愿意做哪个人 干什么事 我说南海恶神 把师娘抢走 送他到海外 陪他到宝 那是你提出的 最爽的一小部分 像他之前和五亮剑的人 撕的那些事 和神东帮的人撕的那些事 先救这个 再救那个 为了救那个 又要救那个 为了救那个 又要救那个 这不是做任务吗 你玩玩游戏 非常的累 我觉得老爷子真是很累 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个书忽然眼前一亮的 忽然眼前一亮的 阿珠阿碧的出现 好像忽然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这个书的缝隙 金庸的笔开始油滑了 润滑了 不叫油滑了 润滑了 开始有一种神灵支住了他的笔 拿着他的手去书写这个书 就两个小姑娘的出现 我觉得金庸不累了 比较滋润的 得心一手了 摆到了这样的姿势开始写了 翘着狼腿开始在写了 之前 我觉得他那时候写的时候有点什么的 有点像他接触了当年16岁的林泰 他现在的妻子 就那个状态 阿珠阿碧就是那种餐厅服务生 但是你对我好一点 你看我能对你好多少 我觉得有那种情义绵绵了 他是周末志 我最想讲 我觉得他在写完录顶记以后 我觉得他还缺一两本书 你看金庸从苏建恩仇录到陆顶记 他写完每一本 如果你在当年看的话 你如果或者顺着他写作的顺序看的话 你的每一次读完的感觉 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到这一步了 他还能往前怎么走 但是他每次都会给你惊喜 他自己在不断的积累 不断的学习 他自己有很明显的成长过程 所以到了陆顶记你觉得他已经是反英雄了 都已经是反武侠了 就已经很高的境界了 对吧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实际上你最伟大的文学 就还差那么一两步 而且他为什么我觉得有点惋惜呢 因为凭他的渊博的知识 他的深厚的文字功底 他的历史修养 他的人生阅历 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他完全是有可能走最后那一两步的 但是他到72年就不往下走了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周老师讲的遗憾 是非常遗憾 我看采访问到金庸先生的时候 当然我没有机会去采访面谈 问到他为什么不再写的时候 他回答就是觉得 我觉得已经写完了 写不出新的东西来了 我不想重复我的作品 再写就重复了 所以我不想写了 可能是个原因 陆顶记试给我们这种感觉 都已经反武侠了 你还能怎么反 你还能反之又反吗 我特别赞成周老师说的 我觉得他有再前进一步的可能 完全可能 完全可能 太可能了 我觉得有几点原因 其中有点原因是太成功了 我觉得创作的热情和冲动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消散了 我觉得不负他当年壮盛之年的时候 那种澎湃的火烊的热情 我觉得还有武侠小说的天生的一些东西 伤害了陆顶记的文学性 对 这个是我强烈的感觉 伤害陆顶记的文学性 对的 但是我觉得陆顶记相对以前的小说 他已经是把武侠小说的锁链 已经争掉了一大半了 他如果再往前走一步 就锁链彻底放弃 还带着一根细细的链子 像小赵一样 还有一根细细的链子 你比如说武侠小说里的打斗 打斗很随害我们学性 我觉得伟大的经典 不需要那么多打斗 比如说基督山伯爵 我们全且不说 他是不是最一流的经典 他里面没有那么多 他是经典的通俗小说 咱们都说陆顶记之后 他为什么不写了 在线也不会更成功 更伟大 基庸是一个时代之子 他当初为什么他的作品 能够成长很快 在作品中 因为他没写一部报纸连载 他明天就会遇到他的朋友 他的打车的出租车司机 他的报馆同事跟他讨论 他每天都有机会修正 就像有一个汪洋弹幕 在不断提醒他一样 他每天都跟民意在一起 时代之子他在调整 金庸骨子里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但是呢 他又有理想主义的成分 但理想主义的成分 迅速在他眼前消敏之后 他能做到的 就是为他破碎的理想主义 守真守截 什么叫守身守截 就再不书写 而不是再来强颜欢笑 迎合世间 粉饰世界 再写出一个 手相长的郭敬黄荣 他不信了 浪漫主义的彻底不信了 对吧 做个点梦幻的东西 在眼前这个就你说的 深渊这样一个现实面前破灭了 你还要我去说什么英雄故事 英雄能干什么呢 英雄就是冲进千军码上被吞噬 我就说一个人物就行了 就伟小宝 因为我觉得在他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里面 伟小宝这个人物他是反英雄 他写的真的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他的宽度是超过RQ的 他的深度可能不如RQ 因为我觉得RQ比他做的更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个小人物放到革命里面了 他本来是拥护革命的 最后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我觉得这一点是鲁迅先生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非常犀利 他这么短的篇幅 他就一下扎针就扎对了 但是因为他受篇幅的限制 他不可能把这个人物展开的那么细 但是在陆顶记里面金庸先生做到了 伟小宝有一个镜面 康熙 我要说一下康熙 金庸写康熙陆顶记里有一点点遗憾 我不理解他对康熙 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喜爱 把他写成一个几乎无缺点的明君 当然这个东西我不觉得是多大的损害了陆顶记的文学信 我不觉得 如果对拿破仑有着类似的爱 写到拿破仑 他就抑制不住的有一种 想赞美你 想给你加持盛光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不太理解金庸何来这种情愫 要把康熙写得像一个伟大明君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金庸当时可以克制一点点 我觉得可以收敛一点点 我感兴趣一个人物是黄耀师 我已经猜太多的时候说他在社调里头 我喜欢他的那些地方了 黄耀师应该是一个铁打的个人主义者 在他各方面的东西 但到最后蒙古大军为襄阳的时候 最后有五行大阵的时候 是他来调派的 而且连老顽童这样跟他又恩恩仇仇这么多事的 你现在就是我调调的普通一兵 你下面是叫全臣教主李志肠 这一条线 丐帮一条线 东南西北 五行大阵 他调兵潜将的时候 像江泽家调风声榜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所有的 神棍 神棍 我们就有神棍 很像神棍 东方峡以目 南方比冰 我觉得最有意思一点 是把前面两部曲 射雕神雕中间 但凡还像个人一样的人 会点功夫的人 集中在这一起 成为什么 用我们的血肉 铸成新的长城 每个人都是普通一兵 就像苏联为国战争的时候 你不管大作家 功勋演员 高能什么数学家 任何人 在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狙击手 或者普通一个运输兵 就这一刻的时候呢 个人主义者 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 并大家一起进入这个符号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是个人主义的泯灭 我感觉到的就是一个 经常看网文会感到那种人 就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种兄弟连 所以我每次读到神雕侠侣 就快着翻 就像读到这儿 因为在射雕英传结尾的时候 华山顿剑第二次的时候 郭靖觉得学武功有什么用的时候 那种幻灭感 还有周深寒意 但是到了神雕这一刻的时候 没有寒意 全是暖意 这是他最后一段爽文 对 爽文作者金庸没有了 后面我们就面对的是一个政论家 和这个在野政治家扎梁庸 黄石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确实少年时候特别喜欢 后来看他觉得对他有点同情 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他壮弱我行我素 自由潇洒 但是他是武决里边最不豁达的一个 我感觉 你看吸毒直面自己的欲望 吸毒想获得九阴真经 他就拼命去抢九阴真经 不择手段 他向全世界宣告 这就是我的欲望 我就是狂热的想得到他 黄耀师也想得到九阴真经 书丢了可以把徒弟全打折腿 何故之有 而且黄耀师活的 我以前写过个文章 叫黄耀师有一种叫什么 演员型的人格 他老觉得全世界在注视了他 他干什么事 他总觉得自己是在演戏 他总有个人设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老去装 你看他做的这些演员型人格 他老婆那个墓 他妻子过世了 他给妻子修了个博物馆 把老婆放在浴冠里边 然后摆上各种珠宝什么东西 随时可以出入 我觉得这像是他一个爱的博物馆 他自己搞了个纯纯博物馆让人参观 他造了一艘大船 为什么造了一艘大船 他老婆去世之后 他想随妻子于地下 他觉得我该怎么死 怎么死都不够帅 这是演员型人格 最后他想了一种死法 把妻子的尸身遗体运在这艘船上 然后他驾船出海 在船头上吹起欲销 然后这个船是有缺陷的 船会沉 就鸟此一生 方不负他武学大宗师的身份 OK演员 但就是你说的所有东西加在一起 他每一件都是我喜欢他的理由 因为他恰恰像我们 我这样的真正的凡夫俗子 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喜欢的人 比如我觉得比他高的 我当排第一名是苦头头泡摇 因为他的苦心孤意 他的一个作为卧底死见中的东西 是我做不到的 但黄老师我武功做不到他 脑子做不到他 但其他行为我可能像他一样 所以我是从这个 我做一个双鱼座的表演性人格体制 我就觉得很亲切 那种露出马脚的高人外壳一点点剥落的时候 黄老师我觉得很亲切 所以说呢 就是这就是金庸特别好玩一点 我同样看哪件事 你可能会因此而嫌弃他 我会因此更爱他 今天聊的是原著 聊的肯定没有特别尽兴 我最后作为主持人 有权利再问一个小问题 7月初二是金庸笔下哪位女性角色的生日 不是郭湘我知道 郭湘是念四 对 黄荣 首先他是社调中的人物 不是神调中的人物 你已经插边了 黄荣的男朋友 郭靖 曾经被误信误传的女朋友 程妖家 对他萍水相逢的男青年 陆冠英 咱叫陆冠英吧 我叫冠英 陆冠英 随便叫的 陆冠英 说个一话 今天是7月初二 我回不去了 说我宝英线 我三表姨妈的生日 然后陆冠英说 你还关心这事呢 我当时那一刻就觉得 好美好 这个三表姨妈 就是在那么多高手 林立生死从亡的时候 大小姐真的不管 我回去应该跟我们三表姨妈过生日 今天回不去了 大家都无法回答的这么个答案 告诉我们 金庸笔下写的是众生 包括三表姨妈 那祝福天下所有的三表姨妈 也祝福所有的金庸的读者 好的 我们纸牌屋到此一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